找呀找呀找朋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你半夜捡到一个醉酒的大美女 你会怎么做 今天要讲的这个男子 就在楼下捡到一个大美女 美女主动投牌送抱 然而男子却将美女拆成了鸡打包 塞进了塑料袋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白天不动黑的夜 原宗陪你看事情 时间2020年3月 地点安徽省合肥市 一个名叫王强的男子报案 称有个女子租了他的房 却欠租了好几个月 一直都无法与该女子取得联系 民警之招 找开走公司来 并全程摄像进入房间查看 于是男子进去一看 房间内有理有条 就像没有离开过一样 似乎他也没有预料到 自己会突然离开 但是人到底去了哪里 不久后 200公里外的环卫大爷 在清理河道时 看到河里有一腿 大爷瞬间吓得 只想回家找妈妈 最后还是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 才报了警 一个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发现这个胡道上面 飘的有垃圾袋 一垃圾袋的时候 他用了竹杆一划 划在附近的时候 看到一个飘的一个 就是下肢的一个像脚的样式一样 民警立刻对周边居民 展开走访调查 经常野调的张大爷讲 之前经常在此钓鱼 都没见过这一腿 难不成是最近几天跑进去的 但是幼小只不是人体的致命不为 很多年以前 我们霍山县也发生这个情况 你说什么情况 当时发现了一个幼小只 幼小只当时那个人 由于车祸 他截肢 可是他没有自己想买到地下 然后他也是扔到一个跑路方面 加上当时我们也不能够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能事复于面 随后民警又调取了大量监控录像进行排查 然而都没有任何进展 案件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直到2021年3月14日 丹隆镇白领村老罗头报了警 撑齐在自家地里 挖药草时挖到一个黑袋子 老罗说 当时他撅着屁股去捅黑袋子 捅了两下 黑袋子就咕噜噜滚到跟前 散开的人体肉块下的他赶紧回家换裤子 为啥 因为吓尿了 回村就叫村医过来看 村医确认都是人体组织以后 这才报的警 由于老罗对现场的破坏 而且当时又下着雨 给警方寻找尸块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经过几天的挖掘和搜索 终于找的是差不多了 经鉴定 此地的人体组织与之前河道里的一腿 属于一人所有 那么这起案件 很明显就是一级 性质极其恶劣的杀人抛尸案 大案粉都知道 接下来确认失源是第一步 除了上去干 穿的一点衣服以外 没有其他物品 出国判断应该是女性 在20到40岁之间 身高在1米55到1米60 民警发布网上通告 并对全国失踪人缘酷进行比对 等待结果的同时 对死者所穿的睡衣入手调查 经过大量的搜索 以及联合工商部门进行查询 最终找到了这款睡衣的生产厂家 然而其销量高达几十万件 排查起来难度相当之大 最终只能仿计 但是侦察员分析 死者应该是穿着睡衣时被人杀害 那么这就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并且凶手与被害人之间有很深的矛盾 与此同时 网上发布的通告有了反馈 一男子反映自己的妻子 阿慧已经失联好几年了 两人经常干账 后来就焚居了 刚开始还有电话联系 但2019年12月以后 妻子阿慧就人间蒸发了 自己也根据妻子提供的工作地址 以及居住地址去合肥找过 发现连根毛都没有 全是给的假地址 男子推测 因为妻子以前在杭州开店 欠了很多钱 留下假地址也正常 躲债吗 肯定是不会跟任何人讲了 男子还说警方的通告里 死者的特征跟自己的妻子很像 二者都是门牙缺失 民警立刻闪现到阿慧老家 采集了其母亲的NBA拿回来进行比对 结果死者真就是阿慧 民警通过调查得知 阿慧在合肥无葫芦酒吧 一条街推销酒水 由于经常是打一箱换一个地方 所以同事对他的失踪也没太多在意 不过有一个同事倒是知道阿慧的住址 房东正是视频开头报案的王强 王强说的突然消失的女租客 正是这个阿慧 王强回忆 陪阿慧一起租房的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年轻小伙 民警很快找到了该小伙 但通过排查 该小伙并不具备作案时间跟空间 阿慧社交关系相对复杂 都是些酒肉顾客 交心的朋友是一个都没有 这就给调查工作增加了难度 不过通过调取阿慧的手机通话记录 发现阿慧最后一通电话 是打给一个外卖小哥 民警闪现到外卖小哥跟前 对小哥进行询问 小哥说 当天他确实帮阿慧取过钱 当时跟阿慧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眼镜男 而且这眼镜男之前在小区里也碰到 经民警调查得知 死贼名叫爱白嫖 生性残暴 一点鸡毛蒜皮就会发火 曾因抢劫罪进去采了四年缝纫剂 这个人有暴力犯罪前科 当时性别比较恶劣 拿着菜刀抢劫出租车司机 在出租车司机配合之后 还拿菜刀袜子敲对方的头部 这个人容易易怒 比较容易生气 也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生气 这货会不会跟阿慧的死有关呢 民警随即对这货在案发前后的行踪 进行了细致调查 很快一名低歌师傅反应 曾拉过一个人 这人很奇怪 大半夜的拉着两个又大又沉的行李箱 低歌师傅主动去帮忙拉行李箱 却招到了男人的严厉拒绝 追问之下 才知道男子是霍山县人 男子上车以后也很奇怪 问了几次去哪里 他都不回答 最后还是随便找到个地方停的车 当拿出爱白嫖的照片给他辨认时 低歌师傅一眼就认出那名奇怪男子正是此人 进度条也说明爱白嫖就是凶手 民警立刻对爱白嫖实施抓捕 在大记忆恢复树套餐的帮助下 爱白嫖承认了自己杀害阿辉的罪行 经爱白嫖交代 起初他跟死者阿辉并不认识 直到有一天 他在小区里邂逅了喝得找不着北了的阿辉 当时阿辉双手扶墙 哇哇的吐 一边吐一边叫他 帅哥能不能把我扶回家里 这不扯了吗 大白嫖见到美女 不要白不要 于是爱白嫖就把阿辉送回了家 从此以后 二人经常展开人类起源方面的学术探讨 起初爱白嫖每次都会给阿辉一些费用 随着次数越来越多 爱白嫖感觉不划算 于是就威胁阿辉 要他把之前给他的钱全部吐出来 阿辉在爱白嫖的威胁下 不得已分两次把钱全退了 本来退就退了呗 阿辉偏要说 要把爱白嫖干的好事全部告诉他妻子 爱白嫖本来就是个暴脾气 听到有人威胁自己 立马黑脸 随手操起一根数据线勒住了阿辉的脖子 随后就将阿辉分成了几大块再进行理箱 至此 本案告破 等待爱白嫖的必将是一颗滚烫的花生米 晚安 马克巴特 晚安元宝们 阿辉 感谢观看